奇思妙想的奇妙世界,一只好奇的猫的奇妙冒险。 从前,在一个漂亮的村庄里,住着一只名叫Winsey的猫。 奇思妙想的皮毛很柔软,它喜欢冒险探索。 有一天,它在树林里发现了一条特别的路。 它看起来很有趣,它跟着它。 小路通向森林,阳光在地上投下美丽的图案。 在森林里,奇思妙想遇到了一只聪明的猫头鹰,名叫奥里恩。 猎户座给它探了一张地图,说,我们来探险吧。 有了地图,Winsey发现了一些友好的动物,比如爱聊天的松鼠和喜欢玩耍的兔子。 它们帮助它并给它讲故事。 随着Winsey走得更深入森林,它需要解决谜题并帮助迷路的动物。 它明白了善良的力量。 在森林深处,它发现了一棵散发着光芒的大树。 当它触摸那棵树时,森林变得五彩缤纷。 奇思妙想知道冒险可以让人的心变得快乐。 它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村里的朋友,大家都感到很快乐。 奇思妙想的冒险告诉大家,探索和交朋友就像在世界上发现真正的魔法一样。 就这样,好奇的猫Winsey成为了它村子里的英雄。 故事的寓意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探索和好奇心可以带来美妙的冒险和意想不到的友谊。 好奇心驱使着奇思妙想,这只猫跟着它的好奇心,在森林里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。 通过它的冒险,它领悟到了善良、助人为乐以及友谊的魔力的重要性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勇于尝试新事物,走出自己的舒适圈,可以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喜悦和幸福。 要学习的是好奇心和探索。 Winsey的故事鼓励孩子们对周围的世界保持好奇心,勇于探索新的地方和想法。 他教给他们,熟悉的东西之外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,只要对新体验持开放态度,他们就能找到兴奋和幸福。 在他的旅程中,Winsey通过帮助迷路的动物和解决难题,展现了善良和助人为乐的品质。 这个故事强调了待人友善的重要性,以及微小的善举如何对某人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。 友谊与分享 在森林中的冒险中,奇思妙想结识了新朋友,比如剑坛的松鼠和爱玩的兔子。 这个故事强调了友谊的重要性,以及与他人建立联系所带来的喜悦。 他也强调了与他人分享我们的经历和故事的重要性,因为这可以带来快乐并创造一种归属感。 日常生活中的魔法 奇思妙想发现,只要我们有眼睛看,就会发现身边有很多魔法。 大树发出的光芒,象征着自然界和我们与他人的关系中存在的美丽和奇妙。 这个故事鼓励孩子们珍惜日常生活中的小小奇迹,从简单的快乐中发现快乐。 通过从Wimsy的冒险中学习这些经验教训,孩子们可以受到启发, 拥抱他们的好奇心。